大嫂 頭帶斗力拎著板凳 怒氣沖沖殺到隔壁 小書家為了土地 邊界 問題爆發爭執 小沈趕緊拿出手機錄影 人家你教的嗎 這大家都小聲 我不是人家教的 那是不會說那麼重的 那是在家教教的 大嫂一氣之下 用板凳砸破小書家 一塊三十公分磁磚 中立紙叉莓打起來 最後鬧上法院 小書夫婦告大嫂回損 屏東地院判大嫂敗訴 拘捕五天可以一顆罰金五千元 但大嫂不服上訴 遭到高雄高分院駁回判決定業 僅僅為了一小塊磁磚 訴訟長達兩年半 原來兩家人早就因為祖先 留下土地劃分 鬧得不愉快 彼此都認為對方欲見 最後大嫂質疑種了高麗菜 被破壞 才會氣到雜破磁磚 那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愁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